我 別走了 我有正事要跟你談 這莫不正經的事 沒有什麼正經事 你讓開 能不能答應我別再亂說 是不是我說得還不夠清楚 我不要你管我 你說得很清楚啊 那你就是故意跟我走對 少敏哲 我到底哪兒惹到你了 我們什麼時候能夠結束這種 不愉快的緣子 以此作為一個安靜的陌生 我知道你為什麼選擇少敏 你覺得他 以及他少氏公子的地位 能夠加重 你在夏宏遠心目中的憤怒 從而達到 你重返宏遠集團繼承人位置的目的 而你的最終目的 是要讓彭京 為當年所做的一切付出代價 計畫不錯 但是不會完整 想知道為什麼嗎 你能忍住不說嗎 因為你選錯了合作的對象 你選擇了一個 看似容易掌控的 但你忽略了另外一個 我的二叔邵雲平 他不會任由他的兒子被你利用 而且我能看出你的動機 他一定也能看出 只怕到時候 不是他幫著你對付彭京 而是你既要對付彭京 又要提防著他 那我應該選擇誰啊 我 你 第一 我和邵凱有一樣的家事背景 第二 我們彼此了解合作默契 第三 我們沒有利益衝突 我們還有共同的訴求 你要報仇我要自由 我們倆合作是雙眼的 我拒絕 為什麼 我不跟討厭的人合作 你討厭我嗎 對 我討厭你自私霸道 你從前是這樣 你現在還是這樣 還有剛剛你 你從來不考慮別人的感受 你感冒發燒的事 我照顧你一個晚上 你連一個感謝的電話都回來了 那 那什麼 那我謝謝你照顧了一個晚上 可是你的提友還是拒絕 都說女人成不了大事 容易被情感左右自己的選擇 夏然然 我原本以為你會是個意外 你 你的時間不多了 你媽媽在外度假的戲碼 估計也唱不下去了吧 你錯了 我媽媽的事情 所有人的深信不疑 那我只能說 要麼你高估了自己 要麼是我高估了你的對手 可不管怎麼樣 你還是需要一個 並肩作戰的戰 我的提議有三天有效期 你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還有 剛才那個吻 我可以向你當情 是 如果你實在氣不過的話 三天之內 你可以吻回我 是 我就喜歡你這個看不慣我 又說不過我一臉煩躁的表情 我拿著當瓶寶了 我拿著當瓶寶了